大家好 王安杰 群文现场 我们持续带你来举角的是 中东局势大混战 继黎巴嫩发生了呼叫气 还有对讲机的连环爆炸案之后 现在已离双方可以说是护攻 而且这个战事似乎还有持续扩大的迹象 好 这段消息就是以色列 在当地时间23号 对黎巴嫩展开大规模的空袭 24小时之内空袭 黎巴嫩真主导目标 多达是1600个地点 那包括了很多的建筑物 还有车辆以及军事基础设施 都炸出了巨大的烟尘 黎巴嫩现在就指控以色列的空袭 还摧毁了一些重要基础建设 包括了医院学校还有住宅等等 好 这一波的空袭 数千名的黎巴嫩人 是急忙逃离黎巴嫩的南部 好 可以看到这几张的截图 有非常多的当地的居民急着要逃离 因为他们说根本就来不及 收到乙军所谓的警告之后 根本就来不及准备 根本也不知道要逃 要逃到哪里去 各大的交通的要道 就像这样子严重塞车 不过非常多的黎巴嫩的居民就说 真的不知道明天在哪里 感觉上他们的处境 真的很像是加萨第二 好 黎巴嫩当然他们的 这个当局的做法是说 也有展开回击 向以色列北部的港口城市海法 发射大量的飞弹 那以色列也对此发出了 时隔18年的红色警报 尽管现在乙军就指出说 这个是针对真主党的打击 但不是针对黎巴嫩一般的平民 但现在看起来非常多的平民 他们也因此被波及到了 可能即将演变成一场全面的战争 欧盟也提出了相关的事情 但是针对这一回 以色列的空袭 以国的媒体先前就做出了三项分析 认为说还是有一些 是跟加萨战争 有一些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第一个包括的就是以色列的警告 这是针对这些还没有撤离的民众 没有说要大规模的撤离 以色列的南部 那乙军的部分也没有暗示说 可能会进行地面的入侵 但是有没有可能 尽管说乙军他们的做法 跟在加萨战事的做法 有点不太一样 那还是有可能战事会持续的 扩大持续的外溢吗 这个是国际情绪专家 比较担心的地方 而对于以色列的空袭 当然周遭的中东国家 多个国家都是对于 以色列的行动是谴责的 来看这个是伊朗的总统 他怎么说呢 他说以色列现在就是想要 把中东地区卷入一场 全面性的战争 而也警告以色列 如果再持续这样子空袭 轰炸下去的话 后果将是不可挽回的 另外欧盟的外交首长 波瑞尔他还进一步的示警 说现在以离冲突 几乎演变成一场 全面性的战争了 好 对此 美国他们现在也有新的部署了 这是美国国防部班人赖德就说 美军正在向中东地区额外派遣 少量更多的一些美军 要加强当地的部署 要强化当地美军的部队的一些行动 好 持续来看到这个是 美东时间9月23号的时候 大陆外交部长王毅 就在纽约这边会见的是 黎巴嫩德外长哈比普 王毅就针对以色列 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行为 给予强烈的谴责 中方高度关注地区局势发展 特别是近期 黎巴嫩发生的通信设备爆炸事件 坚决反对针对平民的无差别袭击 王毅表示 23号以色列又对黎巴嫩 进行了大规模空袭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中方对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行为 予以强烈谴责 王毅及黎巴嫩的外长重点就是 就现在的中东局势来召唤意见 而王毅也强调 中国大陆是站在正义的一方 站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 阿拉伯兄弟的一边 他强调以暴制暴是解决不了 中东的问题 反而会造成更大的人道灾难 现在的局势是加萨冲突 外溢的表现 而王毅也强调 中国大陆的立场就是要永久停火 全面撤军 并且切实要落实两国方案 好 回过头来 要来看到是黎巴嫩在先前 就遭到了大规模的 通讯设备爆炸袭击之后 可是到目前为止 其实都没有人正面的承认 或者是他们说 是要为整件事情来负责 这一场伤害数千人的屠杀 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呢 半岛电视台就揭秘 这个呼叫器 它是在港口三个月 等候通关的时候 而可能就是这个时候就被动了手脚 而同时间根据后来这个残留的一些物品 调查之后发现 电池周遭还被加装了金属球 大大增加了杀伤力 看到电视台报道 珍珠党的调查显示 巡弧机电池的周围还放置了金属球 电池爆炸后 会将金属碎片向外推 大大增加了爆炸的杀伤力 等这批巡弧机完成清关 发放到珍珠党成员手中 他们就变成了等待引爆的冰式炸弹 针对呼叫器集体爆炸事件 现在华邮也指出 有一名以色列情报官员透露 被外界指向是以色列布局已久 名为红色按钮的缜密谍爆破坏 疑似是乙方 他们是使用掩护的空壳公司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办法查明这些呼叫器的货源 以及在哪里动的手脚 种种疑点 还有待进一步的厘清 另外来看到的是在另外一场战事 就是欧战争的部分 当然现在这个战事陷入了延长赛 陷入了胶着战 随着西方对于乌克兰的军援力道加大 再加上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在这几天又到美国去 会成了盟友 希望可以再多拉一点军事上的援助 或者是金钱上的援助 种种乌克兰的作为 还有一些西方国家的作为 也让俄罗斯相当的不满 俄罗斯的媒体最近就公布了这一段影片 就被视为是俄罗斯总统普丁的核武宣言 核武的战书吗 这个是俄罗斯电视台 他公布是以核资武器轰炸伦敦市区的画面 好 这个是一个支持普丁的电视台频道 他们播出了一个模拟核武攻击伦敦的画面 影片全长是长达了四分钟 而且这个威吓意味是相当的浓厚的 在模拟攻击当中 爆炸中心就是在伦敦市区最繁华的西门市地区 而核武引爆之后造成的毁灭性的灾难 导致有85万人死亡 200万人受伤 而且这个影片的全程是以英文旁白来作为解说 外界认为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威吓英国 不要允许乌克兰使用风暴支营导弹 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ate皇家呵护 抗光清闪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